原来以为在《玩具总动员3》就已经为《玩具总动员3》这系列画下完美的据点 说不知,睽違了9年,又来了一个真正的结束,《玩具总动员4》 而当我们以为皮克斯应该差不多把这系列的梗都已经完好完满 未来怎么可能再有一个《玩具总动员5》了吧? 几个皮克斯大佬同一时间发起了圆桌会议,脑力激荡,试图再次唤醒这个皮克斯最值钱的爱皮 所以是该做《玩具总动员5》讲《屋底出走》之后的故事 或是出个爆爆龙或是弹簧狗的独立电影 还是《巴斯光年》在《星际联盟出任务》的故事呢? 创意总监《PickDotter》一起了数十年前参与第一部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 编剧们设定《巴斯光年》这个角色 那个时候就想像他应该是来自一部超酷的电影中的主角 啊,不如就让我们拍出这部电影吧 终于来到了2022年,这部电影成真了 《巴斯光年》在过去已经有衍生动画系列《巴斯光年的星际使命》 那这部自《玩具总动员2》之后出现的动画呢 原来被视为应该是《巴斯光年的角色来源》 不过皮克斯在这次电影版《巴斯光年》里面又在补足了设定 那就是《巴斯光年》本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电影角色 因为有《巴斯光年》这部电影,Andy所存在的世界才会有《巴斯光年的周边动画电玩游戏》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部电影本身是一个有点后摄性质的番外作品 那谈到这部电影至于《玩具总动员》系列宇宙的关系呢 初次座上导演Eat Angus McLem 表示 《巴斯光年》当然不会特别强调后摄这件事情 不会特别解释他是一部电影 我们当然更不会看到电影结束之后Andy坐在电影院吃爆米花的画面 还是可以把它视为是一部完全独立不受到玩具总动员时间限制的作品 可以确定的是他至于Andy所存在的世界是一个类似星际大战等级的存在 是改变世界的经典 那回顾《玩具总动员2》呢 反派《矿工彼得》当时还说了一句如今看来令人玩味的台词 太空人飞上天之后孩子们开始都只玩太空相关的玩具 玩具可以想象成是这个《矿工彼得》看完了《巴斯光年》这部电影之后 马上知道他差不多要过期了 因为他跟Woody同样也是因为电视节目Woody's Roundup而爆红的 那电影版中的《巴斯光年》还有动画版中的《巴斯光年》呢 并不是同一个角色 那这也是为什么配音员从Tim Allen变成了Chris Evans 那这个Tim Allen版本的巴斯呢 有点耿直的呆萌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第一集里面他是唯一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玩具的角色 那这个反差营造出笑点 让他成为电影中负责卖萌搞笑的角色之一 那这个Chris Evans的版本呢 是个充满理想的认真魔人 还是是非原的他呢 渴望证明自己 严酷的太空旅行呢 也让他比较严肃一点 其实还真的跟美国队长有点像 就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诠释啦 再继续说巴斯光年的故事之前 同样也是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星系 还有曼达洛人 悠达宝宝 还有郭巴菲特 然后我为大家介绍 叫Seagat推出的星际大战主题 Firegruba外接硬碟 三款角色全台限量发行 2TB的大容量 轻便方便携带之外 这款硬碟还可以发出RGB LED的酷炫光线 三个角色各自配合能够代表角色颜色的色光之外 还可以自己运用Razer Chroma改光色 和其他的游戏周边同步动台呼吸 三个款式都非常有质感 曼达洛人这款还有很精致的浮雕 保齐已经跟我预定拍摄完要直接拿走 大家知道我整个星战宇宙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Baby Yoda还有Pork 那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 关于Baby Yoda的可爱冷知识 他的本名叫做Grogu 来自这个星战世界观中 一种非常稀有且神秘的古老种族 那这个种族的寿命很长 像是尤达本人就活了900岁 那这个物种呢大概是在50岁到100岁之间会成年 所以没有错 在影集Mandalorian里面 我们看到的Baby Yoda已经50岁了 但还是一个幼太 就非常可爱 那这个物种有多稀有呢 不含后续推出的星战相关电玩游戏或漫画啦 那其实跟尤达相同种族的角色呢 在这个正史中只出现过三次 一是尤达 再来是《星际大战》首部曲里面 女性的绝地大师Yeddle 那再来就是Baby Yoda了 那他们被相信应该是肉食性的动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种的牙齿是尖尖的之外呢 在影集Mandalorian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Baby Yoda 硬生生的享用了一整只超巨大的宇宙青蛙 是不是超级反差吗 最后一定也要来介绍一下这次硬碟最赞的地方 那就是阿富有业界唯一由硬碟原厂提供三年的资料救援服务 那需要救援的话呢 会将硬碟送到国外的实验室去维修 那不必再额外负担任何的救援费用哦 六月底之前呢 购买后登陆发票 好爱送限量版50公升超大折叠收纳箱 不仅仅是电脑档案让你的生活周遭都井然有序 家中太多器材的科技宅家呢 一定是要考虑一下的 全球限量发行错过就没有了 很值得引民收藏呦 再继续今天的影片之前 如果你已经开始喜欢这个影片 或是你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迪士尼 爱追各种猎奇的社会议题 或是担心剧荒找不到好好看的美剧 可以先按下订阅加入我的JJ小宇 才不会错过更多新影片呦 那既然跳脱了所有玩具总动员的设定 讲的也是一个全新的角色的故事 导演Angus McLane也有说 这一次会是更成人像的故事哦 正如玩具版的巴斯 经历了从迷惘到认清自己的身份 这样子一个身份认同的旅程 真实版的巴斯呢 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课题 其中时间旅行这件事情 将会是影响巴斯最深的主线 那在这个预告中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速度越快 时间相对过的越慢的概念 那以光速旅行的巴斯呢 才离开了地球没有多久 就莫名来到了62年之后 和好友的孙女Easy相遇 和他结盟 试图一起击退Yuruzak领导的外星军团 那提到这个很多科幻 电影中都出现过的时空旅行 导演呢就预告说 这个将会是电影中对巴斯个人而言 很重要的生命体验 那相信也会是 看着玩具总动员系列长大的观众呢 会很有共鸣的地方 那作为这个在皮克斯待了25年的资深成员 他对此呢更加有感触 因为当然认真投入在自己热爱的事物中 总是很难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那毕竟是熟悉玩具总动员的观众 更有共鸣的作品 又可以说是皮克斯定位 动画界的星际大战 那巴斯公年呢被导演认为 是一部更成人像的作品哦 正如我们看到超人特工队里面 超人先生面对中年危机 《灵魂击传湾》里面 就有找到生命的火花 海底总动员中呢 描述过度保护的父亲 是如何学会放手 青春养成记 描述每个女孩都经历过的 登大人的酸甜苦辣 巴斯公年呢当然也会透过巴斯这个角色 带领观众探讨另外一个阶段的人生课题 那Angus McClain呢很清楚自己想要拍的电影 并证明一件事情 动画片不一定是拍给小孩看的 而小孩呢也不一定只爱看孩童像的作品 他回忆起呢自己的海底时代看的电影 可以让他深刻感到共鸣的呢 通常都是大人主演的作品 小孩主题的电影呢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觉 总是觉得不够深刻 当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他希望探索到自己 从未想象的未来或是处境 角色们在那个状态下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这才是吸引他的故事哦 那这其实非常有道理 小时候我们看完《剧总动员》呢 也不见得有看懂其中暗藏存在主意啊 还有身份认同危机的讯息 但这样的讯息呢就是会留在我们的心中 直到长大之后不断重看 他都可以是一部让人看不腻的电影 那这种历久迷心呢正是皮克斯作品迷人之处 带有童心又深刻 这些作品是动画师献给过去自己的情书 也是未来的我们童年的记忆 每一部皮克斯电影呢都像是乐乐和悠悠结合之后 肝中带苦 唯有长大之后才能够解锁皮克斯电影进一部的美好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巴斯公年也会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那除了怀旧和探索巴斯和Zuck这条支线的世界观呢 我自己觉得这部电影一定得在大一幕看的原因 还有它是第一部有MX画面的皮克斯电影 它以1.43比1的画面比拍摄 那上映之后呢要订哪家戏院的票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那最后分享一个这次幕后阵容很有趣的地方 那就是除了有Chris Evans、Kiki Palmer 台卡YTT这些配音阵容之外呢 这次帮反派配音的 居然是James Brolin 就是萨诺斯、George Brolin 的爸爸 有没有最近觉得Zuck这个反派超级有魄力的钱 而且这个James Brolin 他自己也知道他儿子演过一个很猛的反派 所以他说他在配音的时候是真的有去参考他儿子的演出 还原那种 inevitable 的压迫感 所以这一次反派也是可以期待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整理的巴斯光眼看前叙迟了 其实还有很多看点 像是预告里面最近的彩蛋呢 都还没有讲到 那这部分呢就是等电影上映之后 再一起分享给大家 最后我今年非常想要破30万订阅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按下订阅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 又没关系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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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